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朗普指控大选存在大范围舞弊 汕头市商贸团访家设备北美经贸招商处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1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三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7号 再发声指控大选受到操控 并存在大范围的选票造假 特朗普还批评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共和党人 特朗普17号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发文称 选举日当天以及选举日到来之前 有大规模的选票舞弊情况正在发生 他也质疑共和党领袖 为何天真的否认这一事实 特朗普随后再发文呼吁选民团结赢得选举 并称美国民众无法接受 再有四年像奥巴马一样或更糟糕的领导人 此前众议院议长瑞安等共和党领袖 曾表示他们对选举过程及其保障措施有信心 但也有特朗普支持者与其观点一致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16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 美国国情访谈节目中 也提到大选存在舞弊 朱利安尼指有人付钱雇人 用已去世选民的名字多次进行投票 他还称这些死者名下的选票 一般都是投给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 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16号也呼吁选民监督选举投票现场 有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斥责美国选举制度存在舞弊 道出部分美国民众的不满与疑虑 美国PO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度不断下滑 对机票准确性的疑虑则逐年攀升 例如2004年48%的民众表示 相信选举计票公允 到2008年这一比例下滑至43% 2012年继续跌至31% 特朗普在竞选中一直坚称 不诚实有偏见的媒体 同狡诈的希拉里狼狈为奸 以确保民主党赢得大选 而特朗普在近日接连被多位女性 指控性骚扰后 对媒体的指责16号再次升级 他称不只是媒体报道偏颇 很多进行大选民调的机构 同样有失公允 偏袒希拉里 这令人感到悲哀 近两周 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 同期民主党对手希拉里的差距 逐渐增大 根据美国各大民调平均值显示 希拉里目前以48.4%的支持率 领先特朗普6.4个百分点 凤凰卫视王悠悠 赖大利华盛顿报道 另外在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造后 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约巴里英达市的理查德尼克松 总统图书馆 14日重新节目面向公众开放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尼克松的女儿特里西亚 尼克松基金会主席沃克 等各界政商名流 当地民众 媒体等近千人 出席了当天的剪彩仪式 新管的全新交互展览技术 使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体验 尼克松总统生前的工作和生活 其中1972年尼克松总统 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 是图书馆升级后的展览重点之一 当年尼克松总统走下空军一号飞机嫌踢后 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瞬间的同像 成了市民真相拍照留念的展品 此外乒乓外交等众多珍贵历史文物 影像资料和相关文件 都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两国之间是确实有这么深厚的情谊 所以我们这样回顾这个历史来看 确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带着我孩子 我们要把这段近代史 要告诉我们孩子 让他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是很有交易意义的 据介绍 落成于1990年的尼克松图书馆 此次的升级改造工程 耗资1500万美元 升级完成后 该图书馆将成为 美国设备最新的总统图书馆 图书馆还将推出30个多媒体展厅 11个原始电影胶片展览 10部馆藏档案片 超过600幅摄影资料 近750平方米的强惠作品 以及300余件艺术品等 凤凰卫视 陆梦 张石 洛杉矶报导 另外为全面推荐 广东省汕头市良好投资环境 产业政策和承采空间 吸引加拿大高新技术 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等龙头企业投资 广东省汕头市政府商贸代表团 近日到访加拿大温哥华 来自家族两国商贸领域专业人才 及家国政要人士共计百余人到场参与 商务团一行抵达加拿大温哥华 受到中领馆 加拿大三级政府 及当地华侨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晚宴上 广东省汕头市商务局 与加拿大潮商会签署合作协议书 正式宣布设立汕头市 驻加拿大经贸招商联络处 而广东省汕头市进出口商会 也与加拿大潮商会签署 关于探讨双方成立联络处 加强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 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来推动 我们汕头和温哥华 乃至加拿大之间的一些 经贸的交流合作 推动两地经济的发展 非常幸运的日子 所以我感谢双方的业务 从我们自己的家里 这是很棒的新闻 此次访问期间 商贸团出拜访会馆商会 推介汕头产业投资项目 还在加拿大进行包括林木叶 电子叶等相关领域的实地考察 以更好寻求走出国门 对外投资的渠道 我们获得国家级的 华杰文化产业试验区 那么相信 未来的整个整体的发展 对两边都起到一个 非常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部 处于大猪三角和饭猪三角 经济圈的重要节点 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 立即到2020年 全市生产总值将达到约3100亿元 产业结构更趋优化 将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凤凰卫视 李元坡 苏一恒 文革华报道 为庆祝家中建交46周年 即家中文化交流年 加拿大福建华联总会 和加拿大新移民基金会 于万锦市政府举办了 加拿大福建文化系列活动 向当地民众展示风波多彩的 中国传统文化 福建文化系列活动 包括反映当今福建风貌的图片展 品茶会 以及福建教育和旅游文化推荐 这个文化节得到万锦市政府 以及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 万锦市长 以及议员们出席了开幕式 并参观了图片展 在福建的文化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 组成部分 我们这次以我们的茶叶 福建的茶叶是非常悠久的历史的 以及福建的整个旅游的地方 作为我们展览的主要主题 作为文化 中华的文化 我们在这里弘扬中华的文化 写我们的这个文化 让我们与加拿大之间 各个民族 共享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的一个部分 为了吸引年轻的华裔参加这个活动 组织者还专门举行了首届 加拿大华驾侍女选秀 以及枫叶国中华运摄影大赛 而在福建级的加拿大华人中 不少是福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爱好者 他们现场表演了福建地方戏 也参加了传统的中国茶道比赛 我们就是主推这个茶艺推广跟茶艺比赛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一个互动 我们的很多茶友来参与来推广 大家更热爱茶 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作用 系列活动压轴系式大型网会 会上新一届的加拿大福建华联总会成员 宣布就职 方位记者腾中勤在东东都报道 好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昨日凌晨 美国短跑名将泰森盖伊的女儿 在肯塔基州一家餐厅附近 因为枪战而被误伤致死 事件发生在凌晨4点 崔尼迪当时正在莱克辛顿 一家名为Cookout的餐馆门口 而附近两辆车上的人突然开始交火 导致崔尼迪颈动脉中枪 送医后应失血过多而死亡 接到消息后盖伊悲痛欲绝 他表示女儿只是在那里过秋假 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卷入枪战 根据警方的调查 崔尼迪并不认识枪战中的任何一方 他可能只是旁观者 盖伊是美国100米短跑记录的保持者 在世界100米短跑运动员中排名第二 而崔尼迪也和父亲一样 是一名田径运动员 目前警方已谋杀立案展开调查 并已抓捕了两名涉案人员 但同时还在追查另一辆车里的嫌犯 芝加哥的这个周末十分的不太平 接连发生了多起致命的枪击事件 共造成至少8人死亡 40人受伤 而就在今天早晨 在芝加哥南部的富乐公园附近 再次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一名24岁的男子被击中 送医后目前伤情稳定 芝加哥警方称 周日晚间在西南地区的马奎特公园附近 一名18岁的男子多次被枪击中 送往医院后被宣布不治身亡 周六早上 一名男子在一个村庄附近被枪杀 随后两名嫌犯被警方逮捕 而在这一案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前 一名26岁的男子被击毙 嫌犯开枪击中了他的颈部 而最为惨烈的周五 两个小时之内 接连发生了四起枪击事件 造成五死六伤 据统计 芝加哥平均每周发生约82起枪击案 2015年有近3000人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 如此多的谋杀案和高死亡率 与枪支泛滥密切相关 芝加哥的治安形势 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维基解密近日公布了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 竞选主席的多封邮件 邮件内容显示 竞选团队希望控制外界 对于希拉里纳税及健康问题的讨论 称这些军属极端敏感话题 而这些邮件中 有一封是在希拉里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之前 他的竞选经理说道 他认为尽早处理这些极端敏感话题 能够确保这些问题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而另外一封 关于希拉里演讲稿撰写人的邮件显示 他建议对媒体报道设有一些限定 并表示 一旦记者深挖希拉里的纳税情况 他们将报道更多的负面新闻 如果竞选团队能够先发制人 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对希拉里而言才最为有利 目前希拉里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处于领先地位 加拿大资议局最新的报告显示 如果要确保加拿大的国际地位 经济增长的趋势 那么到本世纪末 加拿大的人口需要增加到1亿人 这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加拿大移民的水平 需要逐步增加到每年40.7万移民 同时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嘉莲也多次表示 加拿大联邦政府打算大幅增加明年的移民数量 高于目前的26万移民 且留学生申请移民的加分制度也即将出台 此外加拿大移民局近日还公布了移民政策的前瞻计划 涉及到随行子女 年龄 配偶移民 投资移民和入籍等一系列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整周11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进入轨道后 预计在两日内与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对接合体 两边航天员金海鹏和陈东将进驻天宫二号30天 为了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更为的舒适 天宫二号的设计进行了改进 据透露天宫二号原来是天宫一号的备份 整体结构相近 但经改造成太空实验室功能比天宫一号更为的强大 设计师表示设计过程一直集中在航天员的日常生活需要 首次提出居家式理念 创造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 航天员可以利用天宫二号新增的多功能平台 进餐书写甚至进行实验 天宫二号也打造了一个太空健身房 让航天员保持体能并首次建立天地远程医疗支持系统 保障航天员健康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截至至十八号上午六点 强台风沙里加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一百公里 预计中午前后在海南登陆 海南全力应对已关闭所有的景区转移案致近签名渔民及建筑工人 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动红色预警 各航空公司17号开始取消进出海南的航班 预计受到影响的航班将超过350个 由于沙里加移动路径向北偏移 登陆地段距离广东较近 广东省房总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 并派出督导祖父月曦指导防风工作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17号晚间拍板定案 攸关台湾能源发展的电业法修正 指示行政部门在推动非核家园过程中 需要加强对民众的说明 而且要做到稳定电力供应 电价平稳 行政院政委张景森在联署上发文表示 17号台电倍转容量降到2.8% 故意民众响应午休节电 18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 尽量不要用电 根据电业法修法规划 未来输配电人由台电负责 至于发电受电则开放自由化 台电工会批评整个修法只想拆解台电 却没有合理的规划期成步骤与方法 并担忧受电市场自由化后 将使电价飙涨 土利厂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感谢回来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是小幅收跌 原油期货价格跌破了50美元 拖累能源类股 投资者观望本周后期经济数据 以及美联储官员的讲话 以判断了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标市场 在星期一的走势状况 新界美股三大指数早是开盘 呈现一个小幅反复弱势开除之后 全天都是窄幅震荡变动不当 收盘时三大指数也是小幅小跌作收 市场人士在周一关注的 首先是石油价格呈现下滑 随后是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联邦准备局官员的讲话是关联不一 同时工资盈利消息也成为 主导大师的主要的动力 石油价格方面市场人士认为 欧派克成员是确实有提升 产量的行为 同时在美国方面的市产油设施 也是逐渐每周都有所上升 那这就是说共用油量 还是处在上升的状况下 那么石油价格上升 应该是遇到一个顶头峰 所以在星期一受到 获利回头抛牙的现象 带领能源相关的肋骨就呈现走低 经济数据方面 纽约地区的制造业指数成为负面 出现较大的跌幅 同时那是工业产出 则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呈现上升 所以这就是好坏参拜的经济数据 进一步显示 美国经济还是温和的增长 公资盈利消息盘前 美国银行公布业绩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 大型金融银行类股 跟随走高级中 包括滑稽集团 收盘之后是IBM公司 以及Netflix公司公布业绩 双双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尽管公司盈利消息 还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对市场应该有证明的提振 不过市场审慎心态 是相当的浓厚 新机可以说是保守操盘 参打指数 开地反复下跌坐手 以上是新机情况 风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的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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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湾区教师 家长及其他教育倡导者 近日只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强调当地对55号提案的支持 这一提案旨在防止近4亿美元教育预算的削减 当地的民选官员也强烈呼吁民众人人出力 支持该提案 55号提案主张延续目前对加州最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政策 以防止公共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项目 例如儿童健康保健的预算受到削减 另外近日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举办了庆祝中国桥连成立60周年 促进和谐社团建设座谈会 在盛盖博半岛酒楼举行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朝 李市长蔡成华等社团成员 及南加地区华人社团领袖出席了座谈会 在会上美华总理事长蔡成华表示 在庆祝桥连60周年的同时 海外华人华侨必须团结一心 这样才能打造更好的社团平台 会长李社朝则表示 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互相沟通交流 共同建设和谐桥社 那透过这个庆典活动呢 大家出席的代表也带来了很多信息 所以有关于海外侨胞如何共同地来推动中国梦 共同地来推动中华民主的复兴的那么一个大计 会上社团成员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对搞好和谐社团建设的见解 为将来美华总有更好的平台和力量 会上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宣布成立美华总工商联合会 由美华总常务副会长张勇 担任美华总工商联合会的会长 凤凰卫序 陆梦张池 洛杉矶报道 另外休斯顿华人10月15日 在最繁华的商业区 Gallaria的中心地段 举行了反暴力要安全的集会游行示威 休斯顿华人 响应全美华人10月15日 反暴力要安全活动的号召 举办集会游行示威 捍卫族裔尊严和生存空间 休斯顿华人在最繁华的商业区 Gallaria中心地段的四个路口 进行游行示威活动 参加游行的华人 穿着印有增加警力 打击犯罪的白色短袖衫 要求惩罚罪犯 为民众建造安全的设计环境 游行组委会 由10位召集人和40多位 具有社团经验的义工组成 得到很多善心人士和企业的赞助 休斯顿警察局派警车和警员 在现场维持次序 游行是抗议饶舌歌手JY 演唱的抢劫华人的歌曲 要求作者和制作单位公开道歉 最重要的原因是 抗议针对休斯顿华人 和雅一的暴力犯罪 要求各级警察局和各个县的警察官 履行自己的职责 将罪犯绳职以法 改善休斯顿华人社区的安全 我们休斯顿华人为了休斯顿的治安 休斯顿的安全挺身而出 举办这次设备游行 希望全社会关注支持 我们最近有很多抢劫的案件 还有有砸车的 还有入室抢劫 还有抢劫餐馆 这些感觉到很不安全 所以我们要出来发出呼声 我们要表示抗议 我们希望这些暴力行为能够停止 希望政府都能够引起重视 能够采取一些措施 来改进那个治安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关注 凤凤凤凤美洲新闻友 老历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